戴笠一心为蒋介石卖命,却被蒋介石派四人监视,戴笠有苦说不出。 戴笠被称为蒋介石的配件,他自从加入特务组织后,一心为蒋介石卖命,着实为蒋介石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,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。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,全国呼须取消特务组织的呼声越来越大,蒋介石为了平息民分,也有意改组军统,尤其是在看到戴笠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大时,蒋介石更是如坐针毡。 为了限制戴笠的权力,蒋介石也采取了一些措施,但是效果很不理想,一番较量下令,戴笠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,反而比之前更大,蒋介石甚至担心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是不是也有戴笠的杀手存在。 另外一方面在抗战后期,戴笠就已经和美国建立的良好的合作关系,尤其是中美合作所的建立,为戴笠争取了美国海军的支持,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想见一见戴笠。 眼见戴笠的实力难以控制,蒋介石决定成立以他为领导的五人秘密监视小组,其他的四人分别是钱大军、唐栋、宣铁乌和胡宗兰。 在这四人中,钱大军的资厅很深,曾经两次担任过蒋介石是从事主任,而且在各个领域,钱大军人迈都很广,这对蒋介石坚视戴笠有很大作用。 宣铁乌和戴笠的关系一直都不好,两人原本就是死对头,把他拉进来,工作上肯定很卖力,蒋介石认为很有必要。 此外,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协调人,也是蒋介石特意安排在戴笠身边的一颗钉子。 最令人意外的是,蒋介石竟然把胡宗兰也拉进了这个秘密监视小组,这可是一朝鲜险期,要知道戴笠和胡宗兰的私交很好,胡宗兰可以说是戴笠在国民党内唯一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, 不过这恰恰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。 对于胡宗兰和戴笠的关系,蒋介石自然知道,但对他对胡宗兰的为人更为了解。 蒋介石明白,胡宗兰和戴笠走得近,不过是想拉进他和自己的关系,好在军队方面谋取更大的权力。 胡宗兰是绝顶聪明的人,他对蒋介石明知自己是戴笠的亲密伙伴,还吸纳自己进入私人监视小组十分感激,并且发誓效忠蒋介石。 戴笠对蒋介石防范自己,当然也是心知肚明,他确实无意和争夺蒋介石的权力,因此他也在努力取得蒋介石的信任。 然而当得知胡宗兰被蒋介石吸纳后,戴笠感到心灰意了,他没想到,自己拼命为蒋介石工作,结果却让最信任的朋友监视自己。 难怪戴笠临死前,曾对情人陈华说,如果老头子不要我了,我就去死。 1946年3月17日戴笠遇难,中年49年,戴笠死后,蒋介石的情报工作大不如从前,加速了他的败退。 1946年,戴笠起来。